刘师傅认为太极拳不是主动出击打人的权 引进落空后发制人 是太极拳机械的核心 是太极拳 它是个厚房子人 它不是打人的 它是狂人的 老百姓说狂 引进落空 我的里面这个引进就慢慢地挡回到不是牵振的劲 对方的劲不能落空 落空了以后 也就是在十种的前提下 给它再加上点 都在牵振它点 然后都推它点 那你就要宣传 说说说呢 这个牌群 我的感觉这个机械 现在都说我是高机械的 我不是高机械的 正所谓 以巧至胜 龙师傅教拳 不太心理学生的拳架动作适合采汉 而更顾虑每个太极拳单式的实际音乐 它在练习推手的过程中 反思而若利的运动方向和发力的时机与角度 才能更精确地运动 龙生老先生整化刚发的蝉丝静的音乐 这在红橙城市太极拳中 是突出强调的一个特点 而刘成德师傅 用昂文的通俗语言 诠释了中国武处诸多权主 特别是内加权 计计方法的精髓 为什么说这个牌群四年不处备呢 我能想你挂这个车是很难的 你自己周身上下不想碎 你装入开窑档 来了几人以后你不会转圈 你不会去矿下去 那你就拿着去 人的背部就没有理解敌 一几人就出合一 黑手又叫尸手 是武术中单式实战应用的一种训练方法 比如男拳中勇冲拳的尸手 以及各种拳组的队列 太极拳推手的比赛 是将其作为寻找对方用力的时机 及其大小方向的训练方法 通过规则固定为一种比赛 在全国推广 这种比赛已有二十六个年头了 这些名散打一同其孤的推广比赛 其结果散打欧共和合的发展起来 太极投手的则一直处于低谷 接近消失的暴力 其原因是值得武林徒人们思考 不说嘛 天下无数是一家 全说都是一样的 大家的用法不一样 我的想法就是说 全就老实说的 练圈的时候 无人要当游人 推手的时候 游人当无人 推手的时候呢 推手不是个对抗项目 也不是你把我弄到 我把你摔倒 是这个 就推手是一种关系 是一种脸是冬具的一种手段 德文德师傅用打篮球 接球的时候要顺劲才能接住 来解释练圈时 用力要顺劲不顶 用丰盛的电击和叶片的关系 来比喻练圈时 手臂与腰部发力的关系 这都通俗恰当地诠释了太极拳 顺劲借力 以特别致胜的道理 丰盛不措 正是由于几十年如一日的 严权不措 才使刘成德 在明白了权理权法的基础上 努力通过太极拳实战激进方法的运用 来彰显扫权的威力 体露出道理权显的精髓 刘成德以自身的行动告诉大家 太极拳是能打实用的拳 而非只是单纯健身的拳 太极拳在中国舞台 是历史不算太长 但融入了低多权力精华 逐渐延伸变化而来 成为文派众多 习者最多 流众最广的一大权者 他及儒家道家的理念 和终于养生的学说 与权力的颜面当中 使其成为健身和修行 养生与防身的好方法 因此也受到世界众多爱好者的推崇 成为东方文化的一种代表 不少的外国朋友 募名来跟刘成德师傅学权 其实不乏练过 搏击跆拳道的高中 他们在于刘师傅教授之后 不仅被他的武功折服 更被他的为人和道德精神所打 为什么 现在我亲眼目睹的 我们成德国底有这么多学生 把外国这么多学生不远漫里 非要跑到济南 要跟刘老师学权呢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这是以刘老师的武德为人 他确实在人品方面 在武德方面 很多机的我们尖重 和学习的地方 一方面通过教的机会 另外一方面 慢慢的还是说两句话 通过这个平台 起高梦了起高干净 胡同德是个练拳不求夸扎子 讲求务实的人 他的那些只同虚名 不求真下功夫的人 不屑一顾 我的意思 我跟学生也说 我做的实在的东西 是吧 不要怕丢人 不要怕丢人 那追求的东西 那就得一块儿 老老实实的去追求他 甚至有这种求实的精神 练拳才不会应激欲起 才有持之以恒 才会有真的功夫 才会赢得学生们的敬佩 积极性的这个 应当时 留学是一个 这个黑暗的特点 只有理论又有事件 这个理论和事件 结合得很好 有体会 这个科学学 有一个水平层次的 这个境界很高 全是一死手一打 全是 不是一个层次 不是一个水平 感觉老师 这个工作全是 外面现在 好好跟他学习现在 说这个第二抬权 对我自我修了 你也在方面也有 你都说你 就是学习一年 打贪奖业 学习十年 存不乱行 就是跟我面前 你越做不住 学多 那你自我 你自己就能越出 说实在的 说这个高险 那个时候 我自己不出来 我没什么高险 我说实在 我努力去追求 抬权的立法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在一块儿 交流的时候 那就是一种 很好的学习 我哭得比较 我三人生非我时 大家走来 少量的我时 书一书的情况 就是拥有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 还是托老师之福 托太一圈之福 面对学生的敬念之词 吴老师 能有如此牵振的行动 正是对太极城 延期了四十多年的 真正心得 全由道主 道义全显 人物全道 全如其人 这就是追求终生恋群 悟道的流程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